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明尼阿波勒斯国际机场取车的一个小小的经历 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历呢,就是第一,明尼阿波勒斯国际机场确实是比较大 第二呢,就是这个机场它的分布不按厂里出牌 所以跟其他的机场取车呢,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希望你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如果你在明尼阿波勒斯国际机场取车,对你有所帮助 都说明尼苏达州是万湖之州 果然,在我们快到达明尼阿波勒斯机场的时候,就看到不同形状,不同颜色 有的还镶着淡淡的绿色的边儿,非常的好看,妩媚,动人 带着对明尼苏达州热切的期盼,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明尼阿波勒斯国际机场里 按照常理呢,我们在C gate下了飞机 想都没想,直接坐上了他们的便捷的快车,直接来到取行李的地方 想着这个地方呢,他就可以直接走到取车的地方 但是其实取车的地方呢,就在C gate旁边 只要通过中间的涌道,走过去一点,就到了 即便是我们已经来到了取行李的地方 如果我们当时听懂了工作人员所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取行李的这个地方,下到level T 可以直接坐另外一个车,也可以回到取车的地方 但是偏偏呢,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估计可能是刚刚生了病 说话呢,乌里乌兔的特别的不清楚 然后他试图呢,给我们在地图上画出那个位置 手呢,也是多里多苏的,画的也是奇形怪状的 搞得我们呢,也是云里雾里 没有找到从level T 坐的车 所以呢,我们又回到了刚刚我们从 C gate 出来时候 坐的这辆列车 想着呢,干脆坐车回到 C gate 从 C gate 那里,再走向取车的地方 于是呢,我们就坐上了这列列车 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又询问了一下 一个看上去好像是某一个飞机的飞行小组的人员 觉得是个明白人 结果他给我们解释的特别的清楚 其实呢,就是前方的这个跟列车垂直的这个通道 从这儿下去就可以到达我们取车的地方 可是坐在这个车上走着走着 简直就要跟对面的车相撞了 还好 这个搬到刹的老业务 在这里不知道是用什么来控制的 两列相对这么快的列车 当时呢,还真是有点恐怖感 下了这个列车呢,直接走向这个永道 里边呢,也有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平面的这个电梯怎么叫 可以走在上边 直接到达取车的地方 我们呢,就是这第一个 Six 据说呢,这是一个德国的公司 里边呢,所有的租车公司都在这个大厅里 现在看上去呢,人真的不是太多 估计下飞机的人都要搞清楚 才能到达这里 因为他要从Level 1转到Level 2 从Level 2再转到Level T 最后呢,才能到达这里 租的车呢,让我们很惊喜 但是德国的出租车公司 真的还是让人觉得 确实,这就是德国人的做事风格 因为我们取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信用卡 上面的chips 它不能 就不能用 插进去以后它不work 然后我们就说,那可不可以滑卡 他说可以 然后就滑卡 滑卡也不行 最后呢,我们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张卡 嗯,他说 换一张卡可以 但是呢 我们要把那个 前面的那一张卡的钱 先要退回去 然后呢,再把钱 插进到我们新的这一张信用卡上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工作逻辑真是很符合 德国人的做事风格 事实上呢,是 我们已经提前交了租车的钱 但是呢,为了保障我们按时还车 它只是呢,在我们 呃,原来的信用卡上 再加上200块钱 嗯,其实整个这个 滑卡的这个过程 就是为了这200块钱 结果呢,就把整个租车的钱 倒来倒去 最后终于把钱 倒到我们这个 后边的一张信用卡上 还有呢,就是在机场还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你时间会特别的紧张 特别紧张的时候 你又对机场不熟悉 然后你很容易就错过 呃,你要去的那个进口 这时候呢,你一定不要慌张 因为可能呢,距离你飞机起飞的时间 已经不太远了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机场呢 它也特别设计了一个通道 就是当走到出口的一定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重新返回 嗯,机场入口的地方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乘飞机所在的机场 比较大的话 你又要托运行李 一定要提前多一点 到达这里 我们这次呢,坐的是Diata的飞机 只托运了一个很小的行李 而且属于美国国内的班机 嗯,等着托运行李的人非常的多 队排的老长,老长的 等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 真是等的人好焦急啊 虽然Diata在这里楼上楼下 都有托运的地方 但是楼上的人更多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